这两天咱们的行情好像有所回暖 有网友表示自己400美金买的BRC20的ORDI 现在已经变成了200万美金 有一个更厉害的玩家 说他以太名文ETHS100美金变成了400万美金 刹那间仿佛我们又回到了疯狂大牛市 全网的伙伴们都在热火朝天的冲冲冲 俗话说炒心不炒旧 牛市要远离老韭菜 不要有傲慢和偏见 这些新出来的新概念新物种 没准能帮我们赚大钱 那今天呢咱就来聊一聊 我们之前没有聊过的这个新物种 以太名文 ETHScriptions 好那要了解这个ETHS呢 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呢叫诞生的背景 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项目到底是干什么呢 第三呢分析一下它的技术原理 第四呢了解一下它背后的赚钱机会 是FOMO是投机还是确实有应用价值 那如果你是新手呢欢迎加入大漂亮的QQ群 我们一起挖掘财富密码交易机会 特别声明以下内容都是大漂亮团队的原创作品 不是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 好那说到这个ETHS呢 我们要先从它之所以诞生聊起 大家也都知道5月19号ORDI上线了OK 这一上线不要紧造负了太多的散户暴富神话 也带火了大饼的Audinos协议 打明文这件事情呢一夜之间火变全网 嗯那既然大饼上面能打明文 咱以太上面也得打呀 很快呢6月17号以太明文协议 ETHScripses成立了 俗话说事出必有因 那百音也必有果 这ETH的Scripses呢 它能火起来不得不提到现阶段的 以太坊NFT三大痛点 第一大痛点呢就是以太坊 这个大家身有体会不太多说了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以太坊网络的NFT存储太贵太麻烦 简单来说呢 在我们把这个图片啊 一个NFT上链的过程中 需要把它的元素数据信息和发行方信息 以智能合约的形式写入到这个区块链网络上 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素材的本身储存方式只有三种 第一种呢叫去中心化存储服务商 比如说IPFSAR 第二个呢叫中心化存储服务商 比如说亚马逊云 谷歌云 第三种呢叫链上存储啊 比如说以太坊 那这三种我们大概能理解啊 以太坊的存储是更加安全 因为它更加去中心化 但是呢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比如说价格非常贵 而且呢读取效率低下 市场接收度非常的不高 所以说大部分的NFT呢都是敲咪咪的选择了链下存储和中心化的保管方式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以太坊的市场是什么样 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简直是熊熊到牢牢家了啊 说它现在归零了都不太过分是吧 在这变冷淡的时候 这个ETH 它引入了一种新的解决方式 一个全新的概念 悠然而生 它在以太坊主网交易 它保证了去中心化安全性 而且呢它的盖茨却和Layer2一样便宜 也同时呢让这个NFT的费用下降了97%啊 你说就这情况该不该它活 那必然该它活 那其实呢大家都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可是很多人傲慢偏见懒惰 都没上了这波快车 那今天呢大漂亮 哎再手把手给你喂顿饭 我们用5分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ETH 它是一种在以太坊上刻写图案的新协议 小于96kb的非金融和任意书记 都能写到这以太坊链上 6月17号成立的 7月25号V2版本在市场上上线 9月8号呢人家就发token了 官方宣布token名字ETHS 那10月8号呢 这ETHS的名文的地板价呢 就从300美金飙升到了800美金 这格局是彻底打开了 总而言之呢 你说这以太的scription呢 它要干的事呢 无非是想要对现有的NFT协议 进行一个创新革命 开创一种全新的完全的去中心化的链上 存储的解决方案 费用更便宜 同时呢安全性也更高 也想把B2420这种公平分发的理念 复制到这以太链上 好一班的同学听到这儿就听不下去了 二班的同学继续听 咱们来讲讲它的技术原理 好说到这个技术原理 一听就是非常的枯燥是吧 别慌有大漂亮的 我特意做了一份ERC协议和ETH scription的对比图 我们来深入浅述的了解一下 这个新玩意儿ETHS 它到底的技术是怎么实现的 简单来说呢 这个ETHS呢 它的协议引入一种新的方法 将定义资产的数据写在以太链上 而不是像之前的以太坊的NFT 发行方式用这种智能合约去定义 它是绕过了智能合约的存储和执行 通过这个Hex Hero这些工具呢 将这个URI数据 也就是统一资源标识符 转换成16进制的格式 然后呢在链上发起一笔交易 并将着这个16进制的这个数据包 这些大坨放在以太坊主网的 这个call data的字段中 这个call data是什么呢 我们上期视频讲过啊 就是我那次讲坎坤升级的那条视频 如果没看过的回去看这个 好的这16进制的这个数据段 放在这个call data之中呢 就变相的实现了数据的链上存储 以太名文呢就这样诞生了 总而言之呢 这种操作啊 虽然也是发NFT 但是呢 它不是真正的合约 这ETHScription的数据呢 是经过转换为16进制的格式 再存储进来这个call data 所以说它比其他的那种NFT数据 存储进这个智能合约 费用要便宜的非常多 那问题来了 你说这ETHS它不是智能合约 那它怎么执行呢 这就要提到它使用的虚拟机了 它使用的是ESCVM 它不是真正的虚拟机 但是呢它仍然可以为这个 亚合约提供类似 以太虚拟机的环境啊 有它存在呢 这样咱们这个ETHS的合约呢 也可以执行两个命令 第一个 部署合约 第二个呢 调用函数 说人话就是 大家都可以去明刻图像 以后呢也能将这个明文拆分转移 去DEX上面交易 就像BRC20一模一样 好的讲完了技术部分 下一趴才重要啊 主要讲赚钱机会 磨刀不误砍柴工 先去了解清楚 主流交易市场的 龙一和龙二 看看这个赛道到底什么水平 好那咱打开这个板块的 主流交易市场啊 就是这个ETCH的Market 这里是龙头ETHS名文的交易主战场 当然了这里也可以去打 其他新的名文 这ETHS的名文总量呢 是21000张 单张里面有1000个 12C20的ETHS 现在的地板价呢是1.9个以太 非常的活摩 总市值居然达到了8000万美金 好再来说说另外的交易市场啊 就是ETHSMarket 这里呢就是龙二 FightSight名文的交易主战场 注意啊这个开头字母 F是要大写的 那这个名文呢总量呢也是21000张啊 单张里面是有1000个 12C20的这个FightSight 现在的地板价呢是0.08个以太 折合美金的160块 总市值336万美金 这个FightSight呢 它其实是FightSightSwap的这个Token啊 那等这个ETHScription上主网之后 它才会上线 打个比方呢就是 它像是Lair2网络上的Uniswap 做群人化交易所的 好那看完了这龙一龙二呢 大概心里也有数了 这以太名文呢还是初始阶段 未来呢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耐心等待技术落地 严格做好风险 争取呢咱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还能做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 好的那当然呢这个板块呢像一切啊 我们行业早期新概念的板块一模一样啊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小小小机会 好我们要用的是用小小小小资金 去小小小小的参与 踏空也不要没落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行业永远不缺新技术新故事 但是呢也不要放过这些新技术新故事 因为它们就犹如一轮朝阳燃燃升起 每一个都是日后的新星 哥哥们咱们兄弟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最后呢大家是看好龙一一齐一齐S呢 还是看好龙二Fightside 留言区我们交流一下 还是你自己心里有你看好的龙三龙四龙五 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